宣传投资工具全正位主轴的经典赛事全民路跑今年已经迈入第四届 今天在金管会副主委郑郑茂及证券工会理事长简洪文等长官号照下 与大家和兵公园与7000名跑者强势开跑 今年全民路跑活动最大特色是为了提升民众的全正概念 让路跑结合全正投资特色设计了全正游戏 在报名过程中开放给所有跑友参与预测 只要预测中最强上班族跑者陈伟林以及全运会 半马剑将周婷应的玩跑成绩就有机会获得一万元元梦奖金 现场活动维持以往欢乐氛围 今年特别邀请中华职棒Lamigo 桃源队王博荣及Lamigos到现场和跑友互动同乐 加上每年广受好评的券商互动摊位带给跑友一个愉快的周末造成 今天全民路跑现场吸引超过7000位跑友 以及各全正发行券商热情参与 简红文说 公会希望能透过轻松上手的路跑方式 让大家在这高压的时代下为个人健康财富的累积找到一个新的可能性 从2014年开始连续举办四季的全民路跑 高级批值的优质 赛斯历年来都收到跑友的热烈回响 今年不仅提供Mate Sun 都吸湿牌和纪念衫22 五公里组更加码为专业跑者提供使用好物衣物保管带 还有摩斯三明治帮玩赛跑友补充满满的早餐能 量 象征股市长红的奖牌镜头上升设计 更是期许每位跑友的健康指数和股市一样持续上升达到巅峰 当然现场更得有丰富的抽奖好礼送给跑友 中华民国证券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简红文 又四 与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委郑正茂 又三 激活动大事王博荣 左四 一同为全民路跑民枪图华财整和行销提供分享 请不吝点赞订阅